好,在Lecture 11里面,我们介绍了function的一些细节 可是在function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牵涉到所谓local和global variable的一些因素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是local和global variable的部分 在python里面,看他们是怎么样来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lobal和local variable的主要差异 在观念上,它有什么样的差异 从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到说 所以基本上最重要的差异就是所谓的scope的不同 也就是它使用范围上的不同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x 这个variable呢,它可以在不同的block 就是不同的code block里面去执行 比如假设这是一个function,这是另外一个function 有不同的一个function之中里面 如果这个x可以在里面全部都被使用 而且共同被使用的话 我们就说它是一个global variable 可是相反的,如果这一个x 它只是在这个code block里面才可以在使用的话 那这一个,当然不一定是function,可以是一小段都算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local variable 那这是基本上,也就是说它的使用的范围上不同 所有的区域都可以在使用的东西 我们就称为global variable 可是只有区域性使用的 那我们就称为所谓的这个local variable 首先这个观念上,希望大家先了解 我们在派档里面强调所有的变数呢,都是物件 所以物件它其实也可以被认为它是一个变数 那我们刚刚前面的投影片讲到全域变数就是区域范围比较大的 所以scope比较大的,可以使用的,有效的 那区域变数就是scope比较小的一个变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假设我们先看一下所谓的区域1 假设我们先告了一个x1 等于10,这个地方我们叫区域1 然后第二个,在这个函式结束了以后 我们称之这个区域图,在function之前 那同样的这个函式结束以后 从这边我们称为区域3 那在这个三个区间,我们或者谈这个以后 我们都称为它是一个全域的区域 也就是不是在function里面 那相反的,这个里面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区域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local的variable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好,x1,x3和x5 它相对来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global variable 因为它不是在区域当中 好,所以我们可以先澄清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它是一个所谓的global variable 那同样反观,你看到f1,function1,function2 这边你建立的这个x2,x4 这些相对来讲,它就是所谓的这个local variable 好,那当然我们后面会讲 如果你要在这个里面 把在这个区域里面使用x1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global x1 所以它就会认同它是这样 后面会介绍一个例子来怎么样使用一个global 把一个这个global variable用在这个local的area里面 好,首先这个是承接上一页的里面 什么是local和global variabl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全域变数的标准的使用方法 好,假设呢,我们在这个全域变数里面先去申告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zone1里面 这个就是在function以外的区域 我们先去申告一个z等于10 然后呢,如果我要在function中使用这个变数的话 请你在这边加一个关键字叫做global 或者保留字叫做global z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10 这个z是10就在这里 所以你把它印出来的时候 这边,你这边会等于一个10在这里 然后真的你在呼叫的时候 你呼叫它表示这个被执行 这个时候呢,z就是10,没有问题 好,那关键是在说 如果你用了这个global的话 在这个区域里面就可以修改它 所以在这里,假设你 我们看这个程式里面 我先宣告一个10 然后我告诉它这个东西是一个global z的时候 我宣告它是9 所以你执行它的这个程式以后 你就会在这里面先印出了第一个9 到最后这边呢,也印出来还是9 因为这个是联动的,这个z是被联动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 所以global variable的时候 当你在区域里面 区域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改变它的时候 在全域里面它是会生效的 这是global variable的一个效用 那表示说这个变数它可以在每一个区域里面被使用到 所以不要忘记要加入这个global的这个z 好,我们接程序的上一个的例子的话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 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刚刚有分析以后 这个区域所有使用 所有宣告或使用的变数成为local variable 这个确定 那如果在这个区域以外 这边当然我们所谓这个是一个global variable 好,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用global的这个字眼 所以在这里宣告的一个x呢 它是一个local variable 这不会有问题 可是各位请注意 我print的x的时候 当然是print的这一个 可是我现在又print了一个y在这里 好,这个y呢 很抱歉 它是print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这边有一个特殊情况是 只有在print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global variable 它会被print出来 可是其他的不行 所以在这边有特殊情况 所以同学可以试着打这个程式来试试看 好,那你先宣告了两个global variable 宣告了一个所谓的local 然后你去执行它的时候 它会把这两个东西印出来 可是它印出来的结果呢 会是这样 好,那可是呢 你在回到这里印这个x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outside 所以这个部分算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只有在print这个function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 那你可以忽略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呢,你要记住它global的意义 一定要像前一页一样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y的话 最好这边再宣告一个叫global y 好,这样就可以避免掉 这个很遥不清的一个状况 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 假设这个test 一个这个function test 你也宣告了一个global 这个variable1 好,那你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local variable 所以它是实例 那现在我们宣告了一个什么 global variable 它是variable1 variable1等于物 所以你执行它的时候 这个variable1等于是实 可是呢,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虚异性 它不影响这个物 所以你印出来这个variable1 它等于物 好,那这个例子还是要告诉讲 告诉各位是说 所谓global和local 就global和local之间的差异 好,那第二个例子 你看一下 如果呢 我们刚刚希望把这个variable1 它变成一个global的话 变成一个global的话 你必须要在这里宣告一个 叫global variable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假设我先宣告了variable1等于5 然后我去执行test test的时候 这个variable1被改成10 所以你再把它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10 好,不用怀疑的是 这边这个区域 虽然在前面 可是在执行它的时候 它是在后面执行 所以你要知道function的特性 你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可是被互交的时候 它的顺序是这样 所以程式执行的时候 一开始variable1等于5 那接着我把这个variable1 变成一个global 所以你把它改成10 最后会变成10 好,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要熟悉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讲到print variable1的部分 所以我先宣告 variable1等于5 然后我去test它 所以我印出来可以印 虽然我没宣告 所以它印出来还是5 这个特别要注意 所以只有print这个 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方式 请你们特别注意 那再来是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test 那我print variable1 好,所以我刚刚宣告5的时候 这个5会在这里被印出来 然后最后做test的时候 variable1 可是呢,你要知道 这个variable1 因为它没有被宣告过 所以你会产生错误 这个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这一点 那这个variable1 在这里你要特别小心 好,我们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local和variable之间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用一个错误的一个 这个示范 请你看一下在这边 要特别注意 好,假设我宣告了一个local 一个global variable 它是等于a 好,a等于1 那我在function里面 我就想要使用a等于b 好,那在这里呢 你就会知道 因为a呢 从来没被宣告过 对这个区域来说 好,所以呢 你在这边使用它 你在执行一下 底下会得到这样的 这个error message 它会告诉你说呢 local variable a呢 referenced before assignment 也就是说 你要使用它 还没有先给它数字 就把它使用 所以这一段会出错 要注意 好,这个是我们在执行上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你好像认为在这里 那怎么修正它呢? 很简单 把这个global variable放进来 好,因为在底下 我还有一个c在这里使用 好,所以你会知道说 如果我要使用这个c 我在这边一定要先 告诉它 这是global variable 那我在function里面 去呼叫它 就不会出错 好,所以这个是 请各位特别注意的 一个部分 就是你不能这个 我们不能说 还没有宣告它 对不起 或者没有指定它 因为在这个 python里面 没有所谓的这个宣告 可是你在一个function里面 你不能说 你没有指定给它数字 然后就使用 好,这个要请各位 特别注意的一个部分 好,如果你对这个global 和local variable的这个观念 清楚了以后 那在程式之中 你就可以减少很多 这个不必要的问题 通常呢,我还是建议各位呢 我们尽量不要用这个global variable 当然它有它的好处是说 程式可以轻便的就可以使用 但是呢,我建议是 多使用所谓的这个passing 就是把这个variable 把它传到这个 local variable里面使用 我觉得这样是可能 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所以建议各位 如果尽量少使用 所谓的global variable 除非你对它非常有把握 那所以我还是建议 多用passing这个variable的方式来进行